再來的話,我們今天的目標是希望 我們不要一下子樞紐分析表 又要樞紐分析圖 我們就先畫圖好了 畫圖的部分我剛剛講過 所以我先把這個圖給刪掉 然後我希望待會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按下去,圖出現 一個按鈕按下去,這個圖就消失 那要怎麼做呢? 首先第一個,描述讓TrackBee知道 所以我已經把這個問題的內容先打好了 先把它Ctrl-C好了 或者你也可以一邊打在TrackBee裡面 把它邊講,邊描述一下 那我還是建議你登錄一下 因為我發現之前有同學跟我講說 他沒有登錄,結果得到的結果居然是錯誤的 然後後來登錄之後呢,結果居然是對的 後來我覺得應該不可能吧 你有登錄跟沒登錄,結果不一樣 沒登錄比較差 後來我自己試了一下,還真的是這樣 我沒有登錄,然後把問題 你們也可以登出一下看看 我之前就這樣試 我沒有登錄,然後我就把問題給他 結果他給我的東西居然是錯誤的 這個問題嘛,我把這個問題給他 他一樣可以 他應該看懂 怎麼知道他有沒有看懂 其實你可以看他的回應大概就知道 以下是可以用於 應該這個OK,程式沒錯 該程式會根據你的需求 OK 他有時候會用0 有時候會用0 有時候這個沒登錄可能用0 登錄可能用0 或者你有繳錢才 然後呢,將這個工作表 這個應該看懂了 A3到A12,這也沒問題 這個問題的資料 繪製成一個折線圖 OK 但是他後面,我們來看一下 他有寫出來 這個我這Run一下看看 按一個複製程式碼 然後我把它做什麼 那應該還記得吧 如果我有把它這個程式碼複製之後 一樣呢,貼到Visual Basic 所以打開Visual 或者你按LT加F11 然後在這邊先插入一個模組 因為程式記得一定要插入模組 你不能隨便找個地方就貼上 然後呢,把這個程式貼在模組裡面 好,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所以我什麼事都沒做 那怎麼知道結果對還是不對呢 當然我把游標放在這個範圍之內 按上面的執行 看一下,有沒有 有耶,對不對 好像也對耶 所以沒登錄其實 應該是也可以啦 OK 只是我之前上次沒登錄 結果是不可以的 OK 那可能這個要碰運氣嘛 好啦,我是建議你們 最好是登錄之後 再丟問題會比較好 因為它還有一個好處 它也會幫你記得你的問題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看一下 這個結果是不是符合我要的細節 我們先... 那再來的話我是建議 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程式裡面寫的哪一些東西 是不是符合我們要的結果 看起來好像是對的啦 那只是說我是建議將來 你可以順便利用 用CHARCHB給你的程式 學習 VBA OK 那有哪一些重點喔 首先第一個啦 我是建議這個姿態小了把它放大 工具 選項有沒有 撰寫風格 預設是9號是太小 我建議是最好12以上 按12好了 按確定 OK 好,至少會放大一下 那我個人的習慣喔 第一個呢 就是呢 我會先把這個定... 這個定的話就宣告喔 宣告什麼變數是什麼形態喔 這三行有沒有 其實理論上在VBA裡面喔 宣告變數這件事情 是可有可無的 所以我個人習慣喔 可有也可 可無也可以啊 所以喔如果你不喜歡 你就可以讓它消失 會不會影響程式的執行呢 那你如果不確定就把它delete掉 有沒有 沒有定喔 記得喔 定開頭的 都是宣告變數喔 沒有啊 沒有沒關係 試一下 按一下 結果對不對 結果一模一樣 所以啦 我的個人習慣第一個喔 就是 因為那些看起來真的是有點暗言 所以我的習慣是先把它拿掉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有空空白的行有沒有 像這個 這邊有多一個空白 我覺得這個不需要嘛 可以把它稍微縮短一下 讓這個程式不要感覺很冗長 然後這邊 這邊也是一樣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 空白的部分都把它拿 往上拉一下 好 那接下來的話 你會發現喔 其實這樣看起來 程式好像比較不會有那麼壓 那麼多壓力耶 而且瞬間好像感覺這個程式 稍微短了一點 而且似乎你也稍微看得懂 那個程式嘛 有沒有 你會發現好像很多地方你都看得懂 有沒有 其實主要不是你看得懂 因為上面它其實有綠色的字有沒有 那這個綠色的字呢 在程式裡面呢 稱為註解 那這個註解的話呢 是用來解釋喔 你註解下方的這個程式到底做什麼用途 欸 它有個固定規則喔 就是前面一定是什麼 單引號 所以是單引號開頭的這個就是註解 程式不會執行 也就是這個註解是寫給你看的喔 所以如果假設啦 你將來覺得說 它這個寫得太簡陋了太少了 這個下面這一行到底是什麼 這一行應該是建立一個WS的物件 指的就是那個工作表 OK 所以如果假如說 你覺得這個註解喔 不夠詳細 你自己可以再補一些 你可以描述一下這個 你看你知道的內容 或者是甚至啦 你比如說還有一個 我覺得 CHAGP還有一個方便的地方 就是這個註解喔 如果它寫得不夠詳細喔 你可以在那個底下跟它講說 請幫我將註解寫得更詳細一點 有沒有 它就會把註解寫得更清楚 那將來對於你學習VBA就會比較有幫助 OK 這個都是蠻好的方法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這個程式RUN的過程喔 應該可以看懂吧 第一個喔 它是先指向什麼 這個叫Walksheet Walksheet指的就是工作表 所以它第一步的話在做什麼 第一步喔 它就先幫你怎麼樣 把這個工作表 本來是看得到的 而且你滑鼠鍵盤可以操作 但是如果你用程式來執行的話 你必須要建立一個物件 所以你看到喔 Size後面呢就是一個物件 它這個物件名稱自己取的喔 叫WS 利用WS當成是指的就是它啦 OK就是這一個 那你如果說要指向它的哪個範圍的話 有沒有發現 前面的話就是它的工作表名稱有沒有 點的話就是它下一切 下一切指的是它的下一個範圍 什麼範圍 就範圍喔 範圍指的就是A3到B12 它把它框起來 就這個範圍 做什麼呢 就是把這個資料位給 後面我們要畫圖的部分 那你會發現怎麼畫圖 有沒有發現這邊又有一個物件名稱 叫做 chart chart objects 這個chart object應該可以猜得出來吧 其實喔 如果你要畫圖的話 主要就靠它啦 chart就是圖嘛 object物件嘛 就是會圖物件 那它有個方法叫add 欸 add的話 顧名思義嘛 就是真 add就插入啦 OK 所以其實就是插入一個圖表 有沒有 所以 那裡面的話幾個參數 分別就是 laps 欸 laps其實什麼 它的左邊的座 應該是左邊座標吧 top的話呢 就是 應該 laps應該指的是水平座標 所以呢 水平座標放在第一 第二嘛 top座標呢 也在第二 所以基本上就是 以這個 這個端點當成基準 有沒有 這個 這個點當成起點 所以 lab跟top 指的就是 你將來 這個圖 要 放在哪個位置 啊 通常是給它左上角的那個位置就可以了 OK 那用lab跟top 當成座標 那再來的話 就是它的 width 位置的寬 欸多寬 我寬度的話 就是要從那個 d2 到m20 高的話呢 欸不 height就高 高的話呢 就是d2到m 一樣啦 所以跟它講說 寬從這邊到這邊 高的話 從這邊到這邊 欸它就幫你畫出來了 所以你會發現喔 欸它基本上大概 畫圖的部分喔 就是用那個chart objects 那底下的話呢 就是在增加什麼標題啦 chart title 有沒有 然後 phone color 就顏色 顏色部分的話呢 通常會用RGB的函數喔 所以特別注意喔 以後如果在VBA裡面喔 牽涉到顏色的話 會用到一個函數 叫做RGB R的話就紅色嘛 G綠色 B就是藍色 三原色 那後面刮五的話呢 就是三個原色 你應該給它多少的量 最小是0 最大是255 所以如果要紅色 其他不要的 很簡單嘛 就是255 0 0 你這樣就OK了 那你說喔 可是 我如果想要給它一個很特別的顏色喔 那我要怎麼描述 其實跟各位講喔 特別是喔 如果你要換個 比如說這個顏色 你希望換成 這邊不會有油漆桶對不對 那我跟教各位一個簡單的方法 如果你要換個顏色喔 你可以油漆桶旁邊箭頭點一下 其他色彩 你先去找個顏色 比如說你要找這個顏色好了 這個顏色 如果你不知道說RGB的數字是多少的話 很簡單 第一步喔 你先選顏色 那你有沒有看到旁邊有個字定對不對 你把字定點一下 有沒有發現RGB的數字 204 50 0 就是這個顏色 OK 不過啦 像我的習慣喔 204我都取整數 因為204有時候還要記 我就記200就好了 所以喔 如果你要200有沒有 再200 那51好像不好記 50好了 所以如果你假設 你希望有這個顏色的話 那很簡單 你RGB有沒有 你就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有沒有 剛剛講的 200 然後這邊50 這邊0有沒有 這樣改完之後呢 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顏色就符合你要的 OK 所以以後 而且不是只有字顏色喔 比如說什麼底色啦 什麼什麼 反正跟顏色有關的 都可以用RGB 來加顏色啦 其他的話 像字大小 他也懂了 然後要出底字 也懂了 OK 還有隱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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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圖 那底下的話什麼 顯示標記 這個我不加好像也OK 因為我沒有加要 所以如果假設說 底下的這一些 假如不讓它顯示 應該也可以吧 但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我是建議有一個方法 就是可以把它當註解 先把它隱藏就是先把它關掉 那怎麼關通常是 前方加上 單引號 把它加上註解 就是讓它不要執行 可是你說老師可是這樣 有這麼多行耶 總共有五行 那我要加五個單引號有點麻煩耶 有沒有比較快一點的方法 我順便教一下各位 如果你將來這幾行暫時不確定 要不要刪掉 因為你一刪掉你將來要把它恢復 如果不能復原那麻煩 所以通常是把它註解 就是加單引號 但是這邊有五行 要做五次麻煩 所以我教各位一個比較簡單的辦法 就是在VBA的上方這個工作列 按右鍵 它裡面有一個工具列叫做編輯 你可以利用編輯 快速的做完剛剛的註解 在這邊用 記得在這個工具列上按右鍵 編輯 那編輯的話你就可以把這個地方 按右鍵編輯打勾 工具列跑到左邊來 把它移回去好了 就是這個工具列 它本來浮在這裡 按住上方移到這個下方好了 那要怎麼把它快速註解 有沒有發現這邊有一個按鈕叫做 使程式變為註解 那不就剛剛的功能 那相反如果你要恢復的話 隔壁有一個按鈕叫做 使註解還原為程 應該是我要把它還原 我把它還原看看 有沒有發現 這個少按到 那如果你要註解 剛剛我是增加三個單引號 可是如果你知道有這個功能的話 你就可以使程式變為註解 那記得喔 你要先選這五行 再給註解 按一下這個 使程式變為註解 有沒有發現 這五行呢 前面喔 就會自動加上單引號 這樣比較簡 比較快一點啦 如果你自己加單引號也OK 那我確定一下 如果這樣做執行看 OK 如果不加這個敘述 什麼顯示資料標記的話 好像也OK耶 有什麼差別嗎 看不出來 所以如果看不出來 那乾脆這不要寫算了 所以如果你確定說 這個好像不用很沒關係耶 那你又可以什麼 把這些勇敢的delete掉 好 哇 瞬間程式又變得比較少一點了 有沒有OK 所以你們利用類似的方法 可以讓程式精簡 看起來 就比較有你自己看得懂的感覺了 OK 試一下 就是先請chartyb幫你寫一個 類似像這樣的 最後 乾脆把這個sup改名稱叫什麼 叫例年切到折線圖 好了 那給的名稱是什麼 create line chart 那這個名稱不友善 我把它改一下 所以這個sup名稱呢 最後改成叫例年切到折線圖 OK 好 那這樣子我們就畫出來了 接下來呢 請各位 再想想看 如果我要把這個圖有沒有 刪掉的話 有沒有 我剛剛講嘛 增加OK 那如果把它去掉的話 有沒有OK 但是你應該是不會寫啦 不過沒關係 chartyb會寫就好了 所以你要只要跟chartyb講 我要寫一個 把這個圖刪去的一個程式 請各位先試試看 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果把它刪除掉